步骤录下来 我这边有一个参考的答案 就是你入完 我甚至入完之后 我还加上注解 这个注解不加 其实也没关系 只是说如果你加了注解 可以让程式的阅读性更高 不然的话你做了什么事情 你也不知道 还有那个录制聚集的步骤 也不能错任何一个地方 因为你录错了一个地方 你跑起来就不对了 而且可能会乱掉 会有问题 所以这个也许 因为时间的关系 可能没办法细讲 所以这部分的话 留给各位做练习 那再来另外就是说 我刚刚有提到 我们那个什么 查询这边 其实另外呢 在我们Counif 我刚刚有Range部分 我是用选的 我是切过来之后 然后游标什么 游标放这边 Ctrl Shift向下 然后再把它锁起来 其实我觉得 当然这个方法已经还OK 可是其实一般 如果是跨工作表的大范围 通常呢 我们会用另外一个方法 什么方法 就是把那个范围定义成一个名称 然后配合什么 配合那个快速键F3 把名称带过去就可以了 那怎么做 首先第一个 比如说我这个范围 假设我这个Counif 我要用定义名称来做的话 一请你切到黑名单 二的话呢 请你把什么 黑名单这一整个 从A2 Ctrl Shift向下 这个范围呢 我给它取一个名称 取什么名称呢 这个我把它拉上来好了 这一整个名 这一整个 取一个名 其实你会发现 在Excel里面 的左上角 有没有 有一个框框 这个框框 其实就叫 叫什么 名称方块 那名称方块 顾名思想 就是可以让你把某一个范围 变成某一个名称 以后你就叫这个名称 就表示是代表这个范围 所以这个 也许我叫什么 叫黑名单 OK 这个方 黑名单 记得你把名称打上去之后 记得 一定要按Enter 因为之前有同学打上去了 然后就离开了 以为已经建了 但是最后其实没有 你一定要多按Enter 好 那我怎么知道呢 这个名称被定义好了 你可以有个方法 切到公式 里面呢 有一个叫什么 名称管理员 对吧 你可以从名称管理员看到 有没有黑名单 有没有对应的范围 如果名称跟对应的范围 都没错的话 那表示呢 你这个名称已经被建立了 其实这个定义名称的使用 非常的重要 因为以后呢 如果你会用名称的话 你会少很多的麻烦 而且会让你的工作 变得比较有 有顺序 而且比较 比较有 可以看出来说 你这个范围在哪里的名称 否则以前 如果你是在别的工作表的话 常常那个范围 会非常的混乱 OK 如果定义名称之后的话 那相对会比较轻 那我们怎么使用它 非常简单 我刚刚呢 用康义服嘛 那如果说我今天呢 最大的差别其实在range 我刚刚是切过去 然后选那个范围 那现在如果定义好名称 你只要把油标放在这边 按一下F3 关键哦 就是按一下F3 它会帮你把名称管理员里面 所有的名称 列一个清单出来 你只要用选的 按一下确定 这个范围就刚刚那个范围 OK 特别注意哦 F3 不过有的时候怎么样 F3它会失效 你就切一下 它又OK了 或者是F3 像之前也有同学真的失效 那怎么办你用打了 你打黑名单三个字 也可以 OK 所以这个地方的话方法很多 好了之后的话呢 你按确定 这样子向下填满 就OK了 那其实带来的好处啦 第一个就是你会发现 你的公式会变得非常的清爽 比如说你一堆东西啊 最后都是看得懂的名称 而不是看不懂的范围 第二个的话呢 如果你要拿这一个 跟VBA搭配的话 那更好 有的时候甚至连城市一行都不用改 全部都贴上就好了 为什么 因为名称里面一定没有双以后 所以不用改 第二个名称里面也没有列号 那你也不用改 所以只要名称哦 甚至城市配合VBA 一行都不用改 那怎么做哦 定义名称配合VBA 一行都不改 下一个范例会讲到 乐透仔开讲 其实就可以拿那个来做 全部都定义好名称 贴贴贴贴贴 VBA就OK了 真的一行城市都不用改 OK哦 所以这部分的话呢 大概跟各位说明 定义名称哦 这个很重要一定要熟悉哦 如果你以前哦 没有用过定义名称的话 一定要知道怎么样定义名称黑名单 所以我把重点回顾要一先把这个范围选起来 这边输入黑名单 再检查一下名称有没有进来 名称的范围有没有对 好没错的话呢 你就到count if里面 是吧 去做这个 把公式删掉 f3 用这个方式存取 画面先还给各位试一下 定义名称 并且用定义名称 取代之前你那个用选取范围的方式 尤其跨工作表 尤其受用 如果说你大量的资料都在别的工作表里面的话 那我建议你以后用定义名称来取代那个选取范围 相对的会比较有优势 另外的话 如果你的公式里面如果都是名称的话 如果搭配VBA也非常方便 因为城市一行一个字都不用改 就可以把那个 你VBA就写完了 所以其实这地方的话 还蛮 我觉得蛮有帮助的 OK 所以请各位试一下 把黑名单里面改成名称 把它们改成了 空间的 我都已经改成了 一个